别人都是转角遇到爱 他老爷是转头撞见迷糊在选品 小迷糊 迷糊下来了 迷糊一看大事不妙 马上叼着吃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你干啥呢迷糊 你偷什么呢迷糊 小迷糊 你知道小迷糊偷个啥吗 宠物零食 小迷糊竟然知道哪个是宠物零食 于是乎就去迷糊家门口进行了深度交谈 偷一东西吃是不对的知道吗 迷糊 小迷糊试图用虚张声势的吼叫吓退众狗和主人 听主人讲讲迷糊的风功伟绩 小迷糊每次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他都会路过那个桌子上 跑到桌上叼一个零食跑回自己窝里 已经熟练到什么程度呢 就从外面一进来直接奔那边去 从上面叼上一个东西赶紧往窝里跑 他都已经熟练到这种程度了 每次回来都这样 他都知道咱俩吃的放在什么地方 他都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就好像把那个零食给定位了一样 知道吗 如果这个狗是你家狗 偷吃东西不说 你管他要 他不给你啊 拿来 你看 你看就要咬你 是不是 说什么都不听 是不是拿来拿来 跟你厉害起来了 如果要是你家狗的话你直接揍他 你不会像我是像是我谁的 这么友好地跟他说话 是不是 主人万般无奈下 向狗爸爸告状 四哥你看看你儿子 没事 有有工人演一演 有你儿子 老四啊 小迷糊吃完零食 一脸满足地趴在门口微笑 你在里面待着啊 迷糊啊 我让你偷吃东西 今天我就关你小黑屋 我 把你给我弄了 弯了弯了